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西国公司当时没有太多资金 也没法及时地从银行那拿到贷款 在公司的关键时刻 我们员工集资了一千五百万 都把房板拿出来 这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当时我就掉眼泪了 所以当时那一刻 我是非常震撼的 作为一个建筑来说 设计师他庆祝了他的心学和灵气 把这个建筑从线条和色彩 形状都勾勒得非常到位的 刚开始这个建筑是非常好的 但是一年之后 它就脏屋 就现状破败 所以当时我就说 如何让这个建筑不再脏 用腐蚀的涂料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呢 我们有我们的博斯河工作站 给我打了一份报告 涂料之所以脏 是片膜2.5的事 它片膜2.5里面呢 有一种有机挥发物质 这些来源 一个是汽车委气的排放 一个是厨房有烟的排放 再加上一些喷气法 它们随着空气的流动 自己粘附在墙上 后来呢 我们经过多年的研究 用纳米技术 从矿物质里面 提炼出一种纳米材料 如果是这些污染物质 粘附在上面来 它会在太阳光的作用下 它其中 吹发裂解的作用 把太阳光的光能 转化为化水 把这些有机挥发物质 进行吹发裂解 裂解为二氧化碳水 和固体颗粒物 这样它们对墙体的 浮照力就没了 没有浮照力 雨水松散就掉了 所以当时我给它 起了个名字叫 字节涂料 那么后来随着雾霾 这么严重 我们又做了一个研究 推出第二代产品 急救原来的字节产品 而且又能主动净化空气 根据我们在中科院的检测 一平米这个涂料 能净化八十个立方米 空气中的 淡洋化污和加权 这项发明还获得了 科技部的 国家科技成果节目奖 这个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中 诞生的 那毫无疑问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不会有福斯特 一个企业 它之所以在社会上有生命力 最重要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贡献 如果没有社会价值和社会贡献的企业 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坚持 创新 突破 练好内功 突破企业发展中的平静点 对于我本人来说 带助这个团队 达到正能量 为社会的繁荣稳定 为社会的进步 做出自己理所能及的事情 才能为自己成为一个 有价值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